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的上午盘中不到9点 安迪做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公共视频 安迪想结合最近的这几天的盘面 进行一个这一周的总结和回顾 包括对于后期思路的一种所谓的梳理 我想在今天的盘面中 进行一些简单的这方面的阐述 这是我今天做这个视频的一个主要的初衷和目的 当然说到这的时候 安迪想跟大家说一下 安迪认为后市会采取一个怎么样的形式 或者是美国三大股指 或者是美国投资市场 现在所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大的环境 我今天只是开一个头 因为之后呢 一些具体的内容 分析的结论 都会在这个会员视频里 跟大家带上 好我们先这个简单看看今天 今天属于这个出现了一个高开 三大股指均高开 高开之后呢出现了一个短期的震荡 这也符合安迪之前表达过的 这一周会有所谓的超跌反弹的出现 这也是从我们会员的交易模型上 今天来看来观察 不管是从道琼斯还是从纳斯达克 今天礼拜四 礼拜四 礼拜四 然后有一天是label day 我记得礼拜一没有 礼拜四三二 你看这正好出现了一个所谓的这个超跌反弹 我认为如果大家做好了这一波所谓的超跌反弹 个股的这个所谓的反弹的这个高度 都是可观的 有些甚至于超过百分之二三十 其实呢在这个大跌的时候 手中的个股如果能出现那种大涨 也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事情 在此呢我们在会员视频里曾经说过 股票也是出现了这个大涨 在这我就不说涨幅了 因为一说涨幅呢很多人可能会锁定到它 所以我只能说大涨 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市场走到今天 安迪想说一下 首先现在很多人看这个技术分析 就是早支撑和早阻力 安迪主要是偏向于这个资金的背景 的推动的力量 和这个政治的这个所谓的取向 包括我数据和模型 来判断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势 其实走到这样的时候 现在其实判断美国大势呢 其实唯一的需要看一点 比较直接的一点 就是说资金的推动力的强度 资金的推动力的强度 其实我说到这我要给大家这个爆一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今天的这个蛋料 通过我自己的这个分析模型出来以后呢 我现在看了一下结果 虽然我这个数据还是比较短啊 但是这个模型告诉我啊 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 其实我今天可以在公共视频里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美国如果再次走入牛市啊 大家听好了 美国如果再次上涨走入牛市 概率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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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说的啊 概率极低低到什么程度呢 我用我这个模型测了一下 它连2%都不到 它连2%的概率都不到 朋友们听到这以后 是不是一拍手啊 这个牛市结束了啊 其实也非这样啊 也非这样 但是如果按照之前的所谓的一些最基本的条件 和所谓的一些最基本的数据啊 美国的市场如果可以再度的继续往上走 保持的一个牛市 当然在这个里啊 你要说保持牛市 当然牛市有一个最基础的条件啊 这个条件呢 我现在先不在这里说啊 当然当然这属于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啊 和我自己判断的一个这个 所谓的一个一个方向啊 你保持这个条件之后啊 你才可以称之为牛市啊 其实在这里啊 包括资金量的这个流入的状态啊 因为大家要知道 牛市必须是资金量持续进入的状态啊 只有资金量持续进入啊 你才可以说是牛市啊 不管这钱从哪来 从散户这来 还是从大户这来 还是从这个所谓的机构保险这块来啊 但是它一定要持续的流入啊 我在说完这件事的时候啊 其实我只说了这种概率模型 这种概率模型 我算出来的是不到2%的可能性 但是说到这以后 是不是安地的观点 就是啊 这不到2% 所以美国牛市解散了 咱们就应该 所谓的清场离开了啊 或许还不是 为什么说到这要停一下啊 就说是之后啊 会在这个会员视频里 好好跟大家说一下啊 好像有一个挺挺牛的一个人啊 曾经有一个理论啊 这个理论的学名我也忘了 他好像的这个理论就是说 任何小概率的事件都会发生 叫什么定论啊 叫什么啊 说到这个的时候啊 大家可以想想 任何小概率的事情都会发生 那么2%发生的概率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那么就说明他有发生的可能性啊 并且从这个理论来出发啊 他发生这种可能性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还是比较大的 就等于说他有一种什么定论啊 定义了小概率发生是必然的 其实他这个概率是很大的了 我又测算用我的模型测算出来 现在的美国市场啊 如果让他保持所谓安地口中的牛市啊 他的概率啊 他不会超过2%啊 就等于说他的绝大多数 他应该是所谓的不是在牛市中啊 其实或许是在两种市中啊 这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有趣的一个方向啊 这就是安地 share一下我自己的pinion啊 就说是我自己的这个data 现在虽然这个数据很短啊 但是我跟大家说了一下啊 说了一下就是这个道理啊 说到这个道理之后呢 我想再说一下这个所谓的第一条内部推动因啊 其实这个美国的这个市场啊 并不是说美国的市场啊 世界各国的这个市场 市场之所以能完全的上涨 或者是不停的上涨 其实他就是有一个套人的效应在啊 这个你看我还不是赚钱效应啊 我说赚钱效应是一个积极的啊 其实跟赚钱效应的背面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套牢盘的存在啊 套牢盘啊的存在 是市场上涨的最大的动力啊 这是我今天跟大家说的 或许这件事儿说出来很多朋友啊 听完以后啊怎么会是这样呢 怎么不对跟我们学的不对 跟我们了解的不对啊 那可能就是你们啊 我继续说一下这个理论啊 这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这个研究的方向 和一个所谓的一个底层的一个理论啊 套牢盘的这个形成啊 其实在任何的市场里啊 他都是天天会形成的啊 这个市场里啊 其实你说不是你赚钱就是他赚钱 反过来说啊 不是今天你被套死了 就是明天他被套死了 同样这两句话都是正确 大家听好了啊 市场可以说啊 今天不是你赚钱 这个钱今天不是流到你口袋里 就是流到了他的口袋里 这句话是正确的 同样有一句话啊 今天不是把我套死了 就是把你给套死了 这句话也是同样正确的 这是我跟大家说的啊 所以现在就是从资金流入的这个角度啊 当然我现在还不能跟大家分享 我的这个数据资金流入的这个态势啊 我只是分析这种理论的基础啊 这个市场现在就开始啊 逐渐的开始筹码和这个方向 选择再深套大家了啊 再深套大家 这个深套大家的主要的成因呢 就是因为市场啊 它本身就是需要去套大家啊 之所以套住了大家啊 大家才会啊 认为有一种赚钱效应啊 这句话一点不矛盾啊 就说你可能属于那种啊 那一撮赚钱的人啊 你也可能现在就属于这一波被市场深套的人啊 其实这两个比例啊 就像这个开百家乐一样啊 其实是各占50%的啊 就说你现在属于哪样的人 其实只能代表你自己 不能代表整个市场 但是这整个市场 由两种不同的人组成 一种是啊 今天像安迪一样是赚钱的啊 我们这一周啊 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超跌反弹啊 做的都非常开心啊 我们很开心啊 就是这样 第二点呢 就是说是 被一些套住的人啊 如果你是属于那不幸的那一part里的 就说你现在基本上有浮亏 但是这个浮亏呢 有放大的迹象 或者如果市场再出现所谓的调整 或者是震荡 你的浮亏还会继续扩大啊 你这现在就基本上是被套死了啊 我说这句话呢啊 没有什么这个 就说是危言耸听啊 因为看看股指啊 道琼斯在这个 因为前面咱们都说过 道琼斯多少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牛市啊 现在你看看他这个股指 这不也是从所谓的08年下来之后 一路往上涨十多年 你要说20年也也不为过 20年的高点和现在的位置不都是一样呢 如果他形成了一个转头啊 你还是在一个相对很高的位置上啊 套牢 然后你套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程度啊和幅度啊 我认为都不是一个太小的世界啊 就说是他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厉害的啊 你如果看这个纳斯达克那看了就恐怖 那根本就是高点啊 你别管这是从波浪理论上来说 从08年之后再涨了这一波 你就画了这一根线啊 你怎么理解他 他在一个低点上啊 这句话好像也是不成立的啊 他都应该是在一个不能说是相对高点啊 就是各各三大股指 美国都在一个绝对的高点 其实说到这个时候还要理解一下 对于这次调整或者就是从日K线来说啊 可能就是一周左右的时间啊 这次所谓的给这个市场啊 咱们就是拿这个纳斯达克简单来说说啊 给这个市场带来的这一次这个很值很值啊 很像安迪之前的懒的画线就这么一下啊 我画线的时候就容易这么不画不浪啊 然后就直接画一条竖线跌下来了 好像跟我们之前的那个画画片都非常像啊 就是说这很值的这一周所谓的调整 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啊 其实现在大家判断不出来啊 因为什么 因为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导致了这一次所谓的这个调整 在这一次所谓的调整或者咱不能说是调整啊 因为调整或许还没展开 咱们只能说这个右侧现在啊 因为咱看见这一次下跌了啊 其实这一次所谓的市场的下跌啊 安迪之前也是很准确的啊 预测了时间周期 9月第二周就能看见右侧形态的出现啊 今天是应该是9月10号啊 咱们真的就看见了这个右侧的形态也是第二周啊 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秘密啊 我时间周期把握到了啊 之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他会是一种大资金的流出导致的还是所谓的技术修正 其实现在市场围绕的是啊 这两个派系的辩论啊 但是告诉大家不幸的答案只有一个啊 我今天是说了说啊 如何的看待当下的这个三大股指 在绝对高位的情况下啊 你手中的这个股票和你的资金管理是属于哪part的人群啊 有些人可能是盈利的啊 有些人可能是浮亏的啊 你一定要分清了 如果对以后的这个趋势的判断 你要从哪个角度上下手 包括这一次所谓的下跌 它属于哪个类型的下跌 是属于技术下跌呢 还是说大资金离场性的 越跌会越跌继续的跌跌不休下去呢 这都是大家需要啊静下心来啊 好好去想的啊 我在这周的这个会员视频里啊 周五明天啊 也会带出我现在啊 直到今天 直到明天啊 这个分析的一些结论啊 给朋友们 好祝各位啊周末愉快拜拜 software 什么声 Sync 我希望你再能估论啊 为你分享吗 不你或称颜色 我希望你没闹か